弱势儿童在家怎么训练? 万雅群,西安市第四医院,眼区光中心,副主任医师 弱势的训练呢,首先要矫正把它的趋光状态 矫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在这个基础上呢,我们要做一些弱势的一些训练 包括一些精细训练,洪荒闪烁 同时呢,对于单眼的这种弱势的话 我们要做一些遮盖的训练 但是呢,在家呢,有它一定的相对局限性 那么有些孩子呢,在家里头呢,会不专心 不像在医院里头训练那么专心 如果这个时候呢,家里头没有父母的陪伴的时候呢 很容易让他造成他的这个治疗效果大大降低的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在家里训练,一定要让父母陪在跟前 来从而提高他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有效性 专家提示 一,首先要矫正把他的趋光状态,矫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在这个基础上,我们要做一些弱势的训练 包括一些精细训练和洪光闪烁等 二,对于单眼弱势,我们要做一些遮盖的训练 但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在家里,孩子就不会很专心的去做治疗 从而就会使治疗效果大大降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